近几年来,文学作品在影视剧也是广受欢迎的,在即将要上映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,其实也是属于文学作品翻拍而来,但是却不影响读者们对他的喜爱,随着前段时间热和的楚桥准, 赵丽颖的表现是深受粉丝们的喜欢,也是非常期待他能出新戏,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,他的新戏即将上映,这部剧是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同名小说,是由赵丽颖、冯绍峰、朱一龙、王仁君等主演的一部古代社会家庭奇才的电视剧,这部剧长达七十几,通过北宋观幻家庭少女明澜的成长到爱情栽造婚姻故事,讲述一个家宅的形容, 古代礼教制度下的女性奋斗传奇,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有看点的戏,但是这部剧从开拍到现在也已经有一年了,可是却还是迟迟被捕,让影迷等着,也是非常的着急啊, 但是我们应该坚信一部好的电视剧,是值得我们等待的,在这部剧中赵丽颖饰演的是明澜,虽然她从小天资聪贵,但是无奈在家中一直受到敌母的打压, 忍辱负重,自强自理,跨越重重障碍,为自己的母亲报仇,而且赵丽颖为了自己的形象,符合剧中的形象, 原本瘦下去的她,一直在增肥,又回到了我们记忆中的小包子了,为了在观众面前展示最好的一面,赵丽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, 冯绍峰的出现在这部剧中也是一大亮点,她所饰演的顾婷逸,是世家侯府的公子, 年少顽皮,但是明澜陷入危险时都是她出来解救的,后来经过辗转最后取了明澜, 赵丽颖和冯绍峰这对CP的结合,确实有点让人意想不到,前段时间也有网友发现, 赵丽颖和冯绍峰两个人单独出来吃饭,网友们也纷纷猜测,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在一起了, 是不是在拍戏的时候运久生情了,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他们在一起也是挺好的, 在这部剧中还有另外一个看点,就是我们的居居老师呢? 朱义龙在剧中所扮演的喜恒,是一位一直默默喜欢着明澜的痴情汉子, 但是无奈家庭的原因,他并不能与明澜在一起,这让网友们否感叹不已, 而且粉丝们表示看完片话,恒歌太戳心了,一段注定无望的感情, 引得网友们心疼不已,我们的居居老师果然演戏都是非常的深情, 惹得粉丝们的少女心又开始泛滥了,还有一大惊喜男主出演, 居然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中的等王仁君,也许看名字网友会不认得, 但是要说是紧密的低水神大人,看过剧的女孩应该就都知道了吧, 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哥哥,是个非常讨喜的角色, 而且有网友表示,她跟彭绍峰长得非常的像, 一位是明澜的丈夫,一位是非常疼爱明澜的哥哥, 其实网友们也非常期待,他们在剧中的演技PK不是说想要看他们谁的演技好, 我们在剧中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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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剧中,